在西宁四年107年 苏氏尚书探讨新法弊端 激怒了王安石 于是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向神宗陈述苏氏的过失 苏氏随即请求离开京城 被任命为杭州通派 三年后的西宁七年1074年 苏氏调王密州金山东诸城担任之州 直至西宁十年1077年四月到远分二年1079年三月 在徐州任之州期间黄河在曹村绝口 导致凉山不泛滥 南清河水一出故道 洪水聚集在徐州城下 洪水不断泄出 城墙濒临崩溃 富裕百姓纷纷逃离城市躲避洪水 苏氏坚定的说 富民出城 全城百姓会动摇 我和谁来守城 我在这里 洪水绝不能冲毁城墙 他驱使富民重新回城 苏氏前往五位营 呼喊士兵长官说 河水即将冲毁城墙 事态危急 虽然你们是进军 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答道 太守上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 我们小人应当笑命他带领着士兵们 拿着本机铁锹前来修筑东南长地 从西马台开始 一直连接着城墙 雨夜不停地降落 城墙露出水面只有三板的妖狗 苏氏建起小草屋居住在城墙上 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 派遣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保护城墙 最终他成功保全了徐州城 还请求征调明年的服役 宗主徐州旧城 修建墓质户案 以防洪水再度来袭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